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在特兰西瓦尼亚漆黑的夜里 一个妇人正在家里准备点心 她放了一碗红果冻在桌上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狗狗瞬间从窗外穿梭进来吃果冻 它的速度快得只能让人看见残影 妇人被这一幕惊呆了 而狗狗只是神秘的笑了一下 从窗户离开了 一座巨大的古堡里居住着一位老爷爷 她坐在沙发上呼唤刚刚那只狗狗 看起来老爷爷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 狗狗也感应到了这件事 她默默地靠在老爷爷腿上 看着墙上的照片 似乎是在回忆往事 在看老爷爷时 她合上了双眼 永远地沉睡了 画面转到了一个平静祥和的小镇上 男主人叫艾许 她的妈妈是一名音乐老师 他们刚刚搬家来到这个镇上 妈妈需要帮助罗格西公立学校 改善音乐课程 这样才能保留这所学校不被关闭 而艾许也在这所学校上学 但他们第一天到学校就出了岔子 首先是迟到 但是同街的斯凯勒帮他们开了门 然后艾许还在全班面前出洋校 艾许的打鼓记忆非常好 可她有些气场 在演奏时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 棍子也砸到了校长不可描述的地方 大家都哄堂大笑 纷纷拿出手机 录下艾许这丢人的一幕 最后艾许只得在角落里敲三脚铁 艾许在学校里受到了冷落 在午餐时 大家都拿早上发生了事笑她 斯凯勒心里同情艾许 可她的朋友们不这么想 大家都看不起艾许 艾许回到家非常失落 妈妈告诉艾许 她的爷爷去世了 并且留了一条狗给她 名字叫尖牙 尖牙的脾气有些怪 艾许只能无可奈何地睡觉了 小镇上还有两个开发护肤品的人 可他们的产品除皱灵 效果并不理想 助手法兰科的脸 还因此被灼烧得红彤彤的 这时他们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 关于吸血狗的报道 博士决定抓住这只吸血狗 她要得到她的DNA 来提升抗老化配方 晚上 他们悄悄地潜入了艾许家中 并发现了那只吸血狗 可再探头看时 那只吸血狗却消失了 第二天 因为艾许和妈妈都要去学校 艾许决定将狗拴在后院的树上 校长在学校里 公布了学校将于年底关闭的消息 而艾许的妈妈则告诉大家 要赢得接下来的乐团大竞技 这样学校就能保留下来了 学生们分组组成了乐队 斯凯勒邀请艾许加入 却被她的朋友们拒绝了 艾许生气地回到家中敲鼓 却被路过的斯凯勒听见 她发现艾许的鼓敲得很棒 艾许忽然想起 尖牙还生在后院 她跑去把尖牙抱回家中 但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尖牙居然开口问她要果冻吃 一只狗狗居然会说话 艾许吓昏了过去 尖牙只能自己找红果冻吃 她还将艾许拖上了楼 艾许醒来后经过交谈得知 尖牙只喜欢吃红果冻 并且不能被太阳光直射 之前一直是艾许的爷爷 在守护这只吸血狗 现在轮到艾许了 夜晚二人组又来到艾许家 想偷狗 可尖牙有着奇怪的速度 她两下将法兰克的衣服裤子扒光 并且用一泡尿将车子里的电线短路 二人组惊慌地开着车逃跑 车厢屁股后一路火花带闪电 之后艾许将尖牙带到了学校 沃河博士也来到了学校 他需要这所学校拧抵关闭 以便腾出位置来给他建造美容中心 他暗地里跟校长达成了某种协议 在一次实验课上 艾许跟斯凯勒被分到了一组 他们彼此交谈吐露心声 艾许因为怯场不敢表演 而斯凯勒也珍惜他跟他朋友们的友情 午餐时间被关在储物间里的尖牙 忍不住要吃果冻了 艾许因为被斯凯勒的朋友破了巧克力 要去洗手间擦衣服 尖牙跑出储物室 大闹了一通学校的餐厅和厨房 被不少同学看见了 放学时斯凯勒追上艾许 想要解释清楚午餐那件事 他发现了躲在艾许书包里的尖牙 艾许只得向斯凯勒解释了尖牙的来历 原来艾许的仙祖在讨伐末代吸血鬼时 吸血鬼想要咬艾许的仙祖 是尖牙挡了下来 从此他变成了一条吸血狗 他获得了长久的寿命 但却永远不能被阳光照射 并且要靠吃红果冻为生 与此同时 除肉灵二人组买光了镇上的红果冻 他们要以此为诱饵抓住尖牙 许克带着尖牙来到了学校 二人组也跟踪到学校 法兰克跟着尖牙到厨房 可他却被尖牙的念力给迷惑了 意想自己是一只鸡 可二人组还不死心 他们做出了一大盆果冻 尖牙追着果冻的气味飞奔而去 在学校里引起了骚乱 正当二人组准备抓住尖牙时 学校的校工出现了 他把尖牙送到了动物收容所 而艾许和妈妈也因此受到了校长的批评 斯凯勒再也受不了朋友们对艾许的挖苦 他毅然的离开了这个小团队 艾许因为在学校的闹剧被禁足 妈妈则要专心于今晚的乐团大经济 斯凯勒来到了艾许家中 他告诉艾许 他在学校的实验室中 找到了能让尖牙回到阳光下的办法 而待在收容所的尖牙也没闲着 他想尽办法到达了电话机旁边 并打电话让艾许叫他出去 妈妈以为这是恶作剧 他转告艾许之后 便去准备乐团大经济了 艾许和斯凯勒决定前去解救尖牙 二人组也来到了动物收容所 他们准备抓住尖牙时 尖牙再次使用了念力 他让沃河博士变成了猫 而法兰克则变成了狗 斯凯勒艾许带着尖牙赶紧离开 他们一起前往乐团大经济现场 二人组清醒过来之后 也前往了乐团大经济现场 比赛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而艾许斯凯勒和二人组 却在后台玩起了惊心动魄的追逐战 他们最终摆脱了法兰克 并决定报警 此时轮到了卢格西公立学校的表演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可校长却突然上台揭发了鼓手作弊的事实 原来这一切早有预谋 这样裁判就能取消卢格西学校的参赛资格 校长与卧盒博士私下里的交易也能达成了 在这关键的时刻是艾许站了出来 他顶替鼓手的位置来了一段精彩绝伦的表演 他精湛的技术让所有人都为他欢呼 最终罗格西公立学校获得了第一名 也得到了特许学校的资格 学校免于关闭的困境 得意继续开下去了 而二人组也被赶来的警察抓获 尖牙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校长和作弊的鼓手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影片的最后 斯凯勒让尖牙服用了过敏药物 尖牙克服了恐惧 他终于也成为了能在阳光下自由奔跑的狗狗了